白露敖瑞鹏杀青照甜蜜近日,一部备受瞩目的古装剧《百月泛星》终于迎来了大结局。 而在杀青之际,白露和敖瑞鹏的一组甜蜜互动照片更是让人心动不已。 照片中,白露一袭红衣,热烈美艳,敖瑞鹏则是一袭黑袍,神秘又深邃,两人黑红搭配,十分养眼。 白露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才华,成为了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新星,她以其出色的演技,清新自然的外表和坚韧不拔的精神,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 从2023年6月开始,就不断地有粉丝吵闹着,古风的时代过去了。 希望偶像不要接古风热恋剧,然而,无论是暑假档的古装扎堆,还是现在11月的古风热度炸裂,都论证了。 古风作品,仍受市场欢迎,11月初,白露的宁安如梦一问世,就直接斩获了平台日冠与全网收视率第一的热播剧地位。 同样时期问世的,由徐凯与景田主演古偶作品乐游园,也斩获了平台日冠的宝座。 无论是宁安如梦的独孤求败,还是乐游园的高热度,都在宣告着古风市场的利好。 不过,不知道是景田身上那股子男一欢,北景田,唱不红的庄心妍的捧不热属性又起作用了。 还是乐游园的剧情的的确却远不如宁安如梦。 所以,景田与徐凯的新剧《乐游园》在收视率的成绩上,直接被白露的宁安如梦吊打了。 这可以说,属实太让人意外了,白露,这可是咱们当今娱乐圈里出类拔萃的一位美女演员啊。 他那精湛绝伦的演技,可谓是让人叹为观止,condescendingly的好呀。 从他的那些杠杠的作品,比如《周生如故》、《警察荣誉》等等,没得说,业内人士和广大影迷都竖起大拇指。 轰动得很呢?但是,要说跟白露PK的,那还得是他自己呢? 首先嘛,白露的这份成就绝对离不开他背后那骨子拼劲儿,你看他拼命地啃书学习,磨练表演技艺,各种风格信手拈来,而且在关键的戏份上,还偏偏要展现出他那种高度专业性和强大的团结协作精神,真是相当不容易啊。 白露在外面打拼,也要应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,作为一名演员,他得适应各类角色,有时候还要勇敢地跨过自己内心的那道屏障,高难度动作,才能刻画出富有生命力和深度的人物形象。 因此,战胜自我的,不仅仅是白露,而且,也只有白露能做到,这就要求他,必须在磨练演技的同时,锤炼出坚强的意志力和勇气,无论遭遇何种困境,都要保持那份乐观向上,勇往直前的决心和态度。 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去赢得每一个角色,每一次演出,自两部暑期荡暴剧完结后,在他们后面播出的很多剧,基本都没有什么水花,无法提起观众的兴趣。 宁安如梦的《空降》播出打破了这一局面,白露,张灵鹤主演的宁安如梦自开拍之日起,就备受瞩目,女主白露近年来势头正盛,主演的多部电视剧《热度火爆》,演技实力有目共睹,此次由他主演的江雪宁一角, 人设讨喜,并且与杨子主演的《长相思》中一女带三男和错综复杂的感情线的设定相似。 两位实力派演员同台竞技,观众的期待值颇高,引发了热烈的讨论,自该剧《空降》播出以来,热搜无数,并且热度不断攀升,近日更是突破了九千大关。 宁安如梦中的江雪宁是一个聪明、美丽、有野心的女子,她曾为了权势和地位不择手段,将每个男人都当作是利用的东西, 一座宁安宫,仰视荒唐梦,重生后,她选择重新开始,扭转自己的人生,改变了热家血观里事件的惨剧,并且爱上了腹黑病娇,却爱她置身的谢威,与长相思中的小妖一样。 江雪宁也是一位大女主,拥有众多追求者,与谢威、张哲、燕林,审界四个男子都有着复杂的纠葛,燕林对江雪宁毫无保留的付出,疼惜她,信任她。 可前世的江雪宁,却为了皇后之位,弃之如必喜,而这一世,江雪宁虽然依旧没能和她走到一起,却始终护着这位少年英雄,张哲则是一个谦谦君子,坦荡又包容地爱着江雪宁,却也因为江雪宁锒铛入狱。 而这一世,江雪宁对她,从满腔爱意到单纯的友谊,审界与江雪宁的感情阴差阳错,前世江雪宁为了争夺后卫,抢夺了姐姐的感情。 而这一世江雪宁对沈界避之唯恐不及,相比之下,长相思中的小妖也面临着类似的感情困境,表哥,枪炫对小妖有着亲情与爱情,但她也热爱权势与地位,她给不了小妖想要的安全感和偏爱,香柳对小妖的爱很复杂,只要小妖能过得好,她愿意默默陪着她,即使九命相护,即死无悔。 风龙最初喜欢小妖是因为她的身份,但当她真正爱上小妖时,小妖已经和屠山景感情深厚,白露在《宁安如梦》中的颜值和演技都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认可。 在剧中,她饰演的江雪宁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女性,时而俏皮,时而有心机,时而通透,白露对角色的拿捏非常到位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与此同时,长相思中的杨子也是一位实力派演员,她饰演的小妖同样是一个大女主,面对这四个优秀的男子展开激烈的追求。 杨子的表演也非常出色,展现了她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高超演技。 总体来说,《宁安如梦》和《长相思》在感情戏方面有着相似之处,但两部剧中的角色设定和情感纠葛却各具特色,白露和杨子两位有优秀演员,在剧中的表现也各有千秋。 此外,《宁安如梦》的剧情设计也非常巧妙,每个角色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成长轨迹,观众在追剧的过程中。 不仅能够欣赏到精彩的剧情和演员们的出色表演,还能够感受到古代背景下的独特魅力。 总之,《宁安如梦》作为一部优秀的古装剧,不仅在剧情设计和角色塑造上下足了功夫,还展现了演员们的高超演技和深厚情感。 如今《宁安如梦》正在热播中,尽管她曾因歹毒运镜等各种后期饱受诟病,但演员的表演和剧情发展,确实足够优秀。 期待《宁安如梦》成为下一个古装暴剧。 据报道,白露和张灵鹤在拍摄新剧《宁安如梦》时因戏生情,彼此产生了好感。 虽然他们没有公开恋情,但是从一些细节中可以看出两人关系不一般。 比如,在剧中有一场拥抱的戏份,白露和张灵鹤的表演非常自然,完全沉浸在角色中,让观众们感受到了他们的情感。 此外,在拍摄现场,两人也经常在一起交流剧本和角色,互相帮助对方更好地理解角色和情感。 这些细节都表明,白露和张灵鹤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普通同事的范畴。 对于这一消息,粉丝们的反应也是非常热烈,有人表示祝福和支持,认为他们很般配,也有人表示担忧和失望,认为他们应该专注于事业和个人生活,无论如何。 我们都应该尊重白露和张灵鹤的选择和决定,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幸福和快乐,同时也期待他们在事业上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。 白露的演技在《新生代小花》中一直算是很拔尖的,看周生如故的时候,很多人完全带入了她的角色,为她的美貌深深的共情,前期的她是温柔的千金,后期的她为爱义无反顾,尤其是身穿一袭红衣在雪地里的纵身一跃,瞬间引发众多人的共情,而在现代版的《半是蜜糖半是商》中,她则是演绎了一个韩戏女孩的形象。 虽然剧集的设定同样是职场大美女,但却演出了不一样的韩戏女主风味,每一句碎碎念都很可爱,跳脱又灵动,跟罗芸汐之间的互动也羡煞旁人。 在众多的小说原著IP中,都有《倾国倾城》这样的设定,实际上,大多数女主角很难做到在颜值上完美符合人设,白露属于淡言戏,也很难美的雅俗共赏。 不过,由于她的演技,排词很好,自然而又流畅,所以可以轻松地支撑起这些角色美人形象,令观众看了不出戏,由衷地感慨一句她好漂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